2020年是2月17星期四 今天旁边的话呢 走出一个久违的放量的阳线 那么这个阳线的话呢 至少来说可以让我们在这两天 还是稍微有一些看到一些希望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收听 郑重声明 股市有风险 路市虚谨慎 那么在今天视频中所涉及的个股 仅作为教学案例 不作为个股的建议 尽指示盘 如果所提到的个股 与大家所耕种的个股有存合 那么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计划 做好常委的控制 做好风险的控制 那么我们所有的交流 只做技术分享 那么这里的话呢 先把那个昨天讲的退市新规 再讲一遍啊 主要一点是什么呢 主要一点大家有一些小问题的是什么呢 就是就这一点啊 第三条的第一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 比如说他今年赚了一百万 然后呢他发布公告说 我赚了十个亿 那么他虚增了多少呢 虚增了九千九百万 明白吗没有 虚增了九千九百万 那么 规则里面呢是什么 是虚增的部分 占到披露的部分 因为他披露是十个亿嘛 对不对 你看他是赚一百万 然后呢他对外披露说赚了十个亿 那么他虚增的就是九千九百万 那么虚增部分 只要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 百分比 那么就不算违规啊 就不算违规 注意啊他是超过当年报告对外披露的 百分之一百 而不是对他原有的一百万对比 有同学说 老师你看他赚一百万 然后呢他增加了九千九百万 那么这里不是有九十九倍 不是 是什么 是超过当年报告对外披露的 对外披露是多少 是一个亿 那么他虚增是多少 虚增是九千九百万 所以的话呢 他一百万 虚增九千九百万 说赚了一个亿 那么九千九百万的虚增部分 其实只占到一个亿的多少 百分之九十九 那么他这个虚增 不违法 合理的 但是如果他是亏钱的 他要负一百万 那么你说他九千九百万 这个呢 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好 我们大概是说这样的意思 好吧 我们就继续 好 我们做旁边的分析 先我们看一下三分指数当前的位置 三分指数当前的位置 昨天晚上我们应该 因为昨天晚上的收评 我是和特训班和大家一起收个评 那么 首先也强调了 月向上当前 月向的三分指数是很健康 没有任何瑕疵和任何问题的 因为本身我们整个逻辑建构 已经很明确的在这摆着 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是很好的 大阳三三一不破 这是正常的调整 那么其实我们再从周向上看一下 周向的话呢 其实已经很明确 图已经给他画过 那么这个凹的建构 很清晰 这个回落洗盘也很好 而且这个连续放量的右风的量呢 应该是不错的 你注意看 当时这是第一个风 那么再次上弓的时候 当然这里很明确 这个量呢 低头看 这里去比这个量呢 肯定是量不够的 那怎么办 能上吗 肯定上不去 没有钱在这里去接 好 那没有钱接怎么办 可以 我用震荡的时间来消化左侧的压力 那么在消化之后呢 目前能看到 这里是连续增量 有序的增量 应该来说是很不错的 那么这是正常的一个洗盘 这个洗盘 回马枪是对这个凹的洗盘 所以的话呢 从周向上来说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 技术的建构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应该大家都认同 没有什么误区了 也不存在说 哎呀 这里道理是涨 道理是跌 该怎么去理解 因为很多人做交易 其实他并没有逻辑 他只是说 哎呀 这个阳 这个阴如何如何 但是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的交易思维在里面以后 那么市场的一切 会从什么 会从我们说的 无序 而变成有序 这就是我们 学与不学 你的思维能不能够看懂市场 这就是我们核心的主义思维 那么再看一下日向 那么从日向建构上来说 已经说过 整个凹的建构 都是很正常的 这有凹建峰的北马枪 在这 所以的话呢 我们现在只需要看什么 只需要看这一次回调 什么时候止跌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回调 是正常的市场回调 那么只要这里能够止跌 那么就是我们的买点 计算点 那么当时我们也说了 12345678 这是第九天 对吧 那么第九天 是极容易出极因吃羊的 那么的的确确 这一天 零号高开 也出了一个羊 那么我们也做了完排预定 那么今天我也看到 同学有说 老师说过 真正的筑底反弹 不是一天 不是两天 而是在四天左右 四天左右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任何一次大的调整 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以这个建构来看 这是大的建构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调整 这里的调整 还有这里的调整 都在三到四天以上 四天以上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用了同样的策略 就是预定完排建构 那么这里做基础 一天两天 今天第三天 那么细节上的话呢 我们也说了 昨天晚上的细节 我们也讲了 这里的话呢 连续几天是第一点的抬高 那么应该来说 是有一些规律的 而且那么精准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这个大阳线 目前来说 二亿位也没有破过 整体的话呢 还是以十字星的存在 同时还说了一点 昨天的量呢 应该是说的 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量的话呢 也是阶段的一个低量 我们也画了线 就是上涨 这一波以来 最低的一个量量 所以的话呢 从回马腔洗盘 这一个周期来看 这个缩量 就是一个阶段 能够有机会 做变盘的一个参考 就洗盘 一定是先看到缩量 然后的话呢 再参照 这种变盘的机会点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出了一个阳 那么我们昨天也是 通过几个板块权重 去看了一下 今天的话呢 还是有机会出阳线的 有机会出阳线的 那么今天还算不错 也确确实实也放了量了 那么昨天我们也说了 那个环境阶梯 五级 五级 打三级 打下来 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回调 当然这种 级打级呢 倒不是说很标准 至少来说 整个建构 它是大的原则 在这儿 大的原则是 凹的回马腔洗盘 从今天分时上来看的话呢 今天 今天开盘之后的话呢 没有说冲高减仓 今天上午没有说冲高减仓 因为今天我对大盘 今天还是有一些看好 虽然说这里即使有跳水也好 我也没有说减仓的位置 早上没有说过 大家可以看到 就早上没有说过 然后的话呢 一直等 大概在11点40 11点40分的时候 但是说这个位置 我说上午 应该是安全了 没问题了 那这样的话呢 今天整个走势 结合量能去观察 应该是不错的 再结合我们平时看的量能的大小 那么换一格线以后 10点钟之后 10点钟之后 这是有超过的 杨量 这里有超过 尾盘这里也有超过 那么这里有超过 很多天没有的 很长时间也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在找盘 如果有冲动的交易者 那么找盘 假如这是一只个股的话 你的交易一定是失败的 因为什么 它是回调的 反而你能等 等到一个好的10点 在这个附近 做确论的话 那也没问题 这是从今天盘面上的 一个参考 那么从整理路线建构 我们要观察一下 把明天的上线再画一次 以收盘价做中线 左侧单因顶 作为上线 那么下线的话呢 我们就设在3400点 好吧 整数位 因为你强 你已经站上了3400 你就不要再破了 再破就没意思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下线我就设得低一些 假如明天千金收冲 破3400 说明3400还没有被市场认可 那么仓位重的 仍然先还是主动控制好仓位 灵活控仓 灵活控仓 好吧 那么这是大盘的日向 唯一要担心的是哪里呢 其实这个阴倒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还在这 还在这个区间 那么这个阴的二分之一位 那么明天我们先看3416 这个大阴点 那么力度很强的话呢 那么就参考这一个二一位 也是上面区间的一个相对的低位就OK了 不用想其他的 跟着旁边走就好 参与板看一下 399006 至少来说 它那指数还算是符合 昨天也是手会了一下 这里上来的话呢 必然是放量的 必然是放量的 399006 我们看一眼 穿业板的话呢 应该看到了 昨天是一个高开洗盘 那么昨天的量量不大 说明什么 抛压不重 抛压不重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再次打了新高 今天走的穿业板还是不错 由生物医药各方面的一些板块 带动起来的 还有圈商里面的话呢 也有一个东方财富 全中也是 占到一定的比例 所以呢 今天穿业板应该还是不错 所以呢 今天整个盘面呢 就是大盘股小盘股都动了 都动了 市场元气稍微开始活跃 那么这个活跃上 其实也表明了一点 市场对这一个大盘的拐点 多多少少 大家都有一点认同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 好 再看一下银行 880471 好 银行的话呢 我们昨天也看了 银行的话呢 最近调整下来 整体的位置上的话呢 我们还是以前面的这个凹 其实凹的逻辑 应该新同学 要慢慢的去理会 去多了解 内在的含义 那么整个这个凹的凹间风 在这 这里 多次事实上没有突破 这里还没有突破 那么在这里上去的 所以的话呢 这里是相当于什么 我们就这样想一个问题 这里就是一个 石头 这里是一个石头 这是一个石头 那么 这是一个水面 那么踩就踩在这个水面上 这就是一个很坚固的桥梁 所以的话呢 这种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理解 什么 回踩支撑是否有效的 一个参考 那么银行在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整体调整来说 应该还是不错的 空间也够 时间也够 所以今天的反弹 应该来说是很 合乎清理 合乎清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本身银行昨天的调整的量能 也是下跌以来最低的量 这就是出现极英次阳的一个信号 880472券商 券商的话呢 我们其实一直在跟踪 一直在分析 也是在等它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还是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以左侧1644为参考 那么同样的1644为参考 那么在这里 1234 包括这一次也好 就包括昨天跌破也好 我说昨天跌破根本都没量 而且昨天的这个量呢 是底部的 相对底部的商品量 你画个线看一下 几乎是近期以来的阶段的低量 连续所量 就几乎是没有人跑了 我们从理性的看这一段 就这一段 这些买盘的资金进去 你说它出得了吗 它不可能出 它也出不掉 那么这里的回调 可以看一下 首应就是说三一说下来的 几乎说三一说下来的 那么一直说到现在 量是骗不了人的 那么唯一只能说近期落 没有资金拉升 但是这个回调一定 是属于一种洗盘性质的 我们不是说洗盘就拿着 我们反复有说 主力要洗盘你就给它 毫无疑问打到前高楼附近 那么这里就是诱风位 那么诱风位就是干嘛 就是减肠的时候 而不是说老师它是洗盘 我等 洗盘我等 好 洗你二十个点 你扛不住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等 等到一个 起盘相对的一个低位 然后的话呢 再找机会去做跟踪 那这样的话呢 机会就大于风险 这是从券商板块来说 目前应该是比较好 接近倍量 今天是接近倍量 1.8倍了 今天的话呢 也是一个阳 挺好的 这是券商 那么券商目前来看的话 毫无疑问 至少来说短期 这个位置是没有压力的 明天还可以冲 明天还可以冲 当然能冲多高呢 那么我们还是根据市场走 市场走 至少来说 今天券商 这是一个买点 我们以左侧 这一个风 消化过的不看 就是这个风 这个高点 已经打过这里 这里就不看了 那么左风在哪 在这 那么这里仍然看成W2 明白了没有 你不要管这里有什么东西 你根本不用管 已经消化过了 不用看 你就找什么 找一个左侧 某一个高点 找左侧的一个敌人 那么这个位置 你已经开枪打过他 那么这个被你杀掉了 没有关系 你不用理他 那么哪个没杀掉呢 你当时打到这 这里的敌人没有被杀掉 所以呢 这就是你的左风位 这就是你的左风位 这就是二间风 这就是W2的位置 明白了没有 不要想太多 不要你以后不要跟我去 旁边上走到这个位置了 你不要跟我去画一堆 画一堆 画一堆 所以不需要看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打个1 我知道还有很多同学 很表面上的去理解 然后经常画图 也是画一堆凹 画一堆凹 然后的话呢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以前也没有一直这样去讲过 好吧 那么就在这里讲一次了 以前没讲过 以前真没讲过 其实理解透的同学 也清楚 也明白 那么我讲完之后的话呢 你们应该 是不是心里面更清楚了 是不是心里更清楚了 点穴了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真正你来学习 哪怕这一个月 就这一个思维上的打通 我觉得价值就已经 不是用钱来看的 还会走W22 那是看 走着瞧 未来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不去猜 不去猜 点得很舒服 OK好的 特别是新同学 新同学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你现在有一些课程内的知识点 你表面上听 明白没有 明白 但是我只能跟你说 你只是表面明白 还真的不是特别明白 一定是需要通过时间 老同学很清楚 为什么老同学 很多一直在这里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大家 当然我相信 新同学 从第一天开始 到现在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了 好 那么我们再往后看 知识证券 然后呢 880473保险 好 保险 昨天也说得很清楚 也画得很清楚了 那么这里就当 凹的建构去看 那么给你机会买点 那么这就是买点 闭着眼睛买 买了就OK了 然后呢 只要它上涨 涨不动就减仓 其实交易 有时候呢 也很简单 就是找一个正确 合理的买点 注意啊 为什么叫做正确 加上合理呢 因为什么叫正确 没有绝对的正确 你说你在这里买 这么正确 我第二天赚钱了 对不对 你说我在这里买 对不对 我第二天从何也赚钱了 这么正确 不能说不正确 但是不太合理 如果你既正确又合理 那么OK 那么这种交易的话 会比较好 那么昨天说的保险板块 其实就是一个 正确加合理的位置 正确加合理的位置 所以的话呢 那个保险板块 昨天走出这样的建构 亮能也说到位 今天有机会上涨 那么从正确来说 虽然昨天是破位 那么我们昨天也说了 只要证券这里一反包 那么必然是放量的 那么保险一上 证券一上 那么大盘必然向上 而且银行板块 到这个位置 已经很难下跌了 所以的话呢 变盘就在这两天 那么事实情况下 今天确确实实 走得还是不错 走得还是不错 所以我们的分析一定是系统的 综合性的分析的判断 你心里有了对大事的判断以后 然后你才敢在盘中分时 说不跌了 有机会了 至少我不会说 我一般不会说 急拉在某一个急拉的位置 我说大家可以去买了 或者怎么样 不会 老同学应该都记得 我一般尽量是在相对安全 而且比较找的地方去提示 我在谈的时候 我和助理说了一句话 我说今天的突破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我说的 我当时所说的时间点 我本来叫他打字腿 我说的时间点就在 10点40分左右 那么确确实实 这里就是10点40分 这里就是10点40分的时候 那么在10点39 这个位置所提示的 提示大家的一个机会 好吧 这是旁边的情况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指数 板块指数今天的话呢 是由阿西兰筹居多 像有色 证券 钢铁 煤炭 医药 保险 家电 酿酒 这是排斥之后了 组成的 那么有色的话呢 今天走的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一个是 应该这样说吧 应该还是受到 国际全球各方面的一些综合性的因素 因为特别像美国 这个这个 还国外很多一些 货币政策 导致他们的一种 货币蒸发 导致很多有色的产品在涨价 当然其实也一直在涨 但市场的话呢 今天 有表现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 很好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说的 还是那个天气底液 天气底液 那么天气底液 我们之前 我记得很清楚 说老师 他连续两年亏损 可能要退市 当时是这样说的 当时有同学这样说的 是不是 是的 我没记错 应该没记错 然后的话呢 昨天也讲了 在新规出来以后 像这种票 退市的概率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因为它的营业额绝对达标 绝对达标 所以 这个位置上来说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 看之前的第一个版 那么这个版的话呢 从位置上来说 可以说是相对的一个低位了 特别我们当时也画了线 在这个位置 底部一直的抬高 那么这里 这一个峰 是带亮打左峰的 那么再下来 几乎说下跌下跌 很难下跌了 这里啊 就是下跌不去 下不去了 那么后面的话呢 确实也是有一步反弹 那么 除了技术面以外呢 它还叠加了一点 就是它属于锂电池的一个行业龙头 也属于产业龙头 所以的话呢 从当时到现在 那么也是很 由市场来确论 它确确实实还是受到了市场的认可 这个我们就就回头再简单讲一下就好了 证券板块的话呢 几个票 我们看一下哈头 今天哈头是暂停板 那么其实从整体说图来看的话呢 哈头这个位置其实 还可以不算差 还真不算差 短期的话呢 它也是长期 一直的横盘 一直横盘 那么今天呢 打了一个板 这个板 你说后面能不能够往上冲 这个看不出来 就我们只能说 看整个证券板块的表现 当然它今天的话呢 是第一个打板的 所以呢 如果此次 要找龙头的话呢 可以以它做一个参考 它打板的时间还是比较早 打板之后呢 有一点啊 注意它打板之后的话呢 是有抛盘的 抛了一个多亿 也不算太多 所以的话呢 像这个票 在明后天 还是会有一些洗盘的需求 明天如果是低开更好 低开的话呢 可以打低吸 低开可以打低吸 整体位置上来说 这个枪的话呢 也打过左侧的一个位置 这里的话呢 也消化到这 在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些压力 所以的话呢 接下来 即使上涨也好 那么也会有一个震担调整的过程 震担调整的过程 然后第二个是中泰证券 中泰证券的话呢 我们之前应该也是跟踪过的 对于中泰证券来说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首先的话呢 它有比较清晰的out的建构 那么这个回调洗盘的话呢 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这个小凹里面的话呢 就是大凹的底部 洗盘节的位置 那么在这一个阳线 就是一个确论点 那么正好的话呢 它也是调到这个位置 今天是回马枪 就像刚刚同学所说的 32号位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32号位的位置 今天量那么大呢 还好不大 所以对于吃心股来说 盘子比较小 那么这种票呢 会活跃度高一些 但是另外要注意 这个位置 绝对的压力 绝对的压力量在这里摆着 所以呢 券商你别指望他说 天天爆拉等一把 估计也不会 因为今天本身就是 风板比较晚 没盘风的板 还好抛压不中 整天全天的话呢 还是买上去的 所以呢 大问题没有 那么从这个票和刚才的 那个来看的话呢 证券要爆拉的概率呢 也不大 也不大 那么再看 国联 那么国联是我们一直跟踪的 一直各过 在之前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有跟踪过两次 那么这里的话呢 其实就属于洗盘回调 为什么要水洗盘回调呢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 最后的板 这个板的量呢 大不大呢 其实还好 不算那么大 对吧 相比前面而言 那么这里的回调的话呢 也是很明显的说量 当然这个位置是有一些抛压的 它低开 量呢 说的不是很好 但是立马就说三一 然后呢 再说三一说下来 到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一直不破位 一直不破位 它比券商板快要好 券商板快是破位的 你看这连续的2467天 880472 看券商 券商这七天是什么 券商这七天是 1234567 券商是一 整个板块是下跌的 然后那个国联呢 没有 没有 所以呢 它其实走的是比较强的 那么个股和板块的对比 就这么简单 对比 板块下跌 我个股不跌 那么我就是强于板块 今天的话呢 也是冲一下展停板 还是不错的 当然明天冲高的话呢 就要注意这个位置 会短期的一个抛压了 短期上来说 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看一下 中金 中金公司也是吃心股 那么今天的话呢 在盘中也让大家写了一下 对于中金公司的看法 不管怎么说 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想买一只个股 你对这只个股的理解 对买点的参照 越多越好 如果有同学说 老师今天是极阴吃羊 有个人说 老师今天是犯人胜 那么你只是一个理由 站不住脚 你至少有三个理由 你才可能 说 这个买点参考 也比较大 所以的话呢 对于这只个股 我们看看 它到底有多少 可以参照的 买点机会 首先 我们看极阴吃羊的策略 那么下跌以后 极阴吃羊 这是一个极阴 这是一个吃羊 那么 这个羊没确认 收盘价没占上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不叫羊 它其实还是阴 那么在 这个才真正的是极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是九连阴 九连阴的吃羊 这个才是吃羊 好 那么吃羊 二一不破 大概二一不破 这个位置 再出一个阳胜 那么整个建构呢 就清楚了 那么从我们的 移动策略来说 毫无疑问 这个是一个变态的位置 但是变态移动以后 得等什么 得等羊 没有羊出现 那么就继续等 等到羊出现为止 那么非常好的嘛 这里再出现了一次移动 所以 这个羊 这一天 就是第一买点 就是第一买点 毫无疑问 那么买点买了 手 增底 只要不破 回调 再阳胜 有回调 出阳胜 这个位置 过阴底 就是买点 这个毫无疑问了 那么再说了一点了 整个上涨的回调 那么我们一般也是找一个有参考意义的位置 从量学我们看的就是王牌建构的环金柱 那么对于王牌建构环金柱来说 这是相对高位的 这几个柱子 在这么长的上一线 实体也不大 那么这个做基柱没一样 一二三 底都跌漏了 这个基柱没有参考意义的 那么这个枪 基本上也不算实体太小了 也不足以做基柱 那么哪里做基柱呢 这一个阳线 是带量的 那么这个带量的阳线应该是不错 为什么 它是属于前面横盘调整结束的一个阳 虽然说它有枪有参与建 但是它的实体很饱满 量也够 所以它可以独当一面 也就是它可以把这一边所有的塔罗盘 在这一天全部收掉筹码 而且收盘价能够打新高 这一天是阻力洗盘确论结束的一天 好 那么一二三调整三天以后 在最低点按环境线发现 以后三天的最低点发现 那么发现以后 你会发现 在这个位置确确实实 每一跌破有支撑 同时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又是新的一个网外建构 这一天 那么它的股价 后三天整体是加升量的话呢 平均来说 在它实体之上 量整体来说还可以 也饱满 也饱满 没什么太多问题 所以的话呢 虽然说它不符合标准的加升量 所以它整体上来说 平均股价在它实体之上 它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柱 你说量不称师不齐 那你扣个分 你把它降一天 就把它弄完牌柱 没问题吧 那么两个完牌柱形成了合力 而且这个柱子 最低点就是环境线 那么这里 就是一个合力完牌的 环境线在这个位置做参考 所以呢 这种回调 我们就有非常好的参考依据 一个这是完牌 这个柱子又是对前面 洗碗结束的一个确论点 那么这个位置做参考 是很有效的 同时以它回调之后 最低点做一个黄金线 那么这里又有新的 完牌结构出来 那么形成一个合力 那么这个回调支撑 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量柱 选股量线选价 那么这个量柱 在这个位置出现 选股是因为它在这里 用钱增量之间确认了 我可以选到这种个股 在这个位置主力确认了 那么量线选价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 价格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很清晰一个思路 然后呢 我们就等找买点 那么买点上来说 你说黄金线杉杨盖音 买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你说极英吃羊变态 这一天买行不行 也OK 也没问题 刷羊胜 也没问题 等等 那么至少我们分析完以后 对着这个个股 你会写出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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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很多理由出来 结合证券板块 整个大的位置 那么是不是要去关注它的机会 不管它有没有展平板 但至少来说 今天走得还不错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中营证券 中营证券的话呢 这次个股的话呢 你要去分析 要去看 也是非常好的 没有问题 首先第一点 它的调整 可以观察一下 它调整到哪了 调整到了前面洗盘结束的 这是什么量 备亮柱 从整个画面上 圈起来的位置 这是唯一一个好的备亮柱 有听说 这里也有备亮柱 好 这个也是备亮柱 来看一下 这个备亮柱有参考意义吗 没有参考意义 而只有它 是最好的 那么这就是说 当前盘面跌到这个附近 它不跌了 这就是可以参考的 这个平台 毫无疑问 这里就是洗盘结束 可以某一种角度来认为 它也是一个 定海神针的一种逻辑 那么近期的话呢 也是触底之后两次 凹的建构也有 碎阳 对吧 这是碎阳 这是有备亮都有 那么回马枪调整下来 高坚峰附近 这里的话呢 又做了个小号 所以呢 任何个股的涨和跌 机会和风险 哪个大 我们都应该有 很好的思维去分析 这是真确今天讲了一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60 暂停码的个股 今天暂停码应该 也不算太多 其实今天不多 也大概就三十 四十日左右 那这样吧 把那些全部加进来 好 来看一下 1217 直达停 确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直定在哪里 在这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朗特智能 这是赤心骨 对于赤心骨来说的话呢 其实就是 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几阴吃羊去观察 去观察就可以了 像这种买点的 其实没有太多 我们举个例子 在昨天出阳线 今天出阳线之前 我们如果说 把我们这里盖住 来问一下 重来一次啊 不是白色吗 好了 如果走成这个样子 想买的打一 没考虑买的打二 看一下 好 也就是说 昨天这个票走完以后 你可能不会去选他 不会去看他 对不对 好 那么你既然不去选他 不去看他 那么今天 赞厅跟你就没关系 我建议所有同学 尽量不要在盘中选股 因为很多时候盘中选股的话呢 是由于一些个股拉伸 有一定的冲动行为 那么盘中选股 风险是相对来说 是大一些的 当然也有 些时候呢 也能买对 都 但是这个位置 这种问题的话呢 大家自己去平衡 我的建议就是 做自己分析跟踪的个股 等买点出现 再去做 假如你有选这种个股 你有跟踪 好 可不可以呢 可以 简单的方法 我就用高量账法 账上高量做实力 买 闭上眼睛买 够了 什么都不用说 账上实力买了一部分 枪奸再买一部分 就可以了 但是这是马后炮说 因为它暂停了 你想 哎老师 我能买这个票暂停板吗 这个暂停板 能不能暂停 不是说 你提前可以预判的 这些暂停板 是由市场的资金行为 拉起来的 而真正你能看到 能做到的是 在暂停板之前 是没有任何理由 能够看到它暂停板的 分时我们看一眼 分时买 可不可以买 现在说的话呢 会有很多买点 我们假设一下 我们理性的看 看任何的 走势 假如这些个股 是走成这个样子 这个位置 上去再回落 一直横弹 然后呢下来了 这是一种 然后的话呢 还有什么 上去 这样下来了 我们肯定会说 这个票肯定不好 但是呢 这个票确实是 暂停板了 好 那么 在这里 是不是买点 肯定是一个买点 从分子上来说 但这种 只是在事后去说 因为当时 根本没有量 市场根本没有关注 而是由主力资金 快速拉起来的 好了 这个不说了 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我们往后走 第二个是 科衡股份 科衡股份 位置上来说 一般 比较好的是前面的枪 但前面的枪 位置 也不算特别好 昨天反暴大阴线下来砸 这个 不太符合这种 买点的一个要求 因为明天的话呢 它又会面临 这一个大阴的位置 所以这种各种呢 主力现在手法 还是比较凶 还是在属于 收集筹码的阶段 它不属于 控盘拉伸的阶段 如果它是控盘拉伸的话呢 着陷的阴线是不可能出现的 现在这个阻力根本就不控盘 只能说短线快速拉伸 去收筹码 然后呢 再洗盘调整 这个抓还是比较凶 你看一下 一个阳上去 立马打下来 这里三天立马打下来 一个阳 低开的一个阴 再往下打 你看到没有 这都是很极端的手法 这个票的话呢 远离它 这个是中文战线 今天的一个反弹 没版的 这个 没跟踪 也没有好的机会 当然这种票 如果你要跟踪的话 是可以的 让几云吃羊去观察 肯定可以做到 长云短注 移动 增量 放量 其实我们的买点 已经给了很多大家的机会了 其实你 如果说我把后面 我把上面的那个量盖住 你们自己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不用看家族 不看家族 就看量 就看量 那么这里的回调 这里 一栋 这天买 对不对 好 这天买了 这两天没涨 这一天又是一栋 等羊 这个羊出现了 那么买点在这和这 这两天 注意啊 就这一天和这一天 从量的上来看 那么实际情况看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买的话 一个是在这一天 一个在这一天 两次机会 那么如果第一个机会买 这一天 不管你买不买 假如你买了 你手抵 如果抵破了 坚决离场 那么这是第二次的买点 开工高开 今天的一个买点 那么其实从这个底来说 这个买点呢 其实是欠佳的 为什么 因为它离左侧的风太近了 这个位置空间不大 一定会洗盘 所以呢 这个买点 不好 而且下引线也比较差 控盘力度不好 时间 41分钟了 我们快一点 这里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这回来走 这些是美版的 论和美版的 位置一般 杨浦普医疗 超级反弹的医药股 这个不要了 走 宁波海运 宁波海运这个版选过是 关注回调 对吧 那么确实是一个摔印洗盘之后 斩定板突破 这个是这个 这个 还是不错的 缩量板突破 这一天 短线机会 但估计 很难做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今天没量 明天估计 要不就苗板 要不就分歧放量 这个展示不看 缩头看位置 整理上还可以 不是说不行 只是说短线 没有 好多买点 这种票 就是回马腔 基因赤羊 在第一个羊去买 这里就没有买点了 再上来 已经没有买点了 洛亚牧业 洛亚牧业 这次个股有色的 缩头看位置 整理上来说 中性 查中性 如果前期没跟中性 现在买点很尴尬 因为今天的量 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明天 这里过不去的话 这个位置 还有更高的量 能等着你 所以明天 看盘中 有没有分歧 有底仓的 明天可以做的 没底仓的 明天不太好买 这种票 好吧 这个明天自己更 自己去更 这个我不看 我就不跟了 我就不跟了 天气魔 停牌复牌的 一只板上 下来这种票的话呢 没什么好的 这个价值 只有短线的一些买点 如果明天去买的话呢 也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长驴股份 资源类的个股 奥底W2的位置 整体上来说 今天没量 大概率明天放量 出枪 如果出枪 等回调 打低吸的方式去做 会好一些 大东方是 汽车类 位置一般 位置一般 明天再买的话呢 看一下 这个量呢 还好 不算太大 要不重 但是这个位置不好过 这个位置不好过 很尴尬 走吧 海链金会是 也是汽车板块的 也没量 像今天没量的展停板呢 大家都可以选几个 自己可以跟踪的 然后的话呢 等什么 等出枪 这种票大概率都等出枪 然后的话呢 等回马枪 你就等一个回马枪的机会 调整的机会 然后的话呢 再去观察 东方汽车呢 它是 在前 上周的话呢 是有利好的 所以的话呢 近期 有一些资金关注 昨天我们应该有讲过 这个的话呢 有可能是一个三板换手 三板换手 彩虹股份 没有好的买点 明天 这个地天板出货的量 这个位置 看看明天能不能过吧 没有好的买点 失环生物超跌的 医药股超跌的票 医药股呢 现在呢 有一些票呢 是属于回调很多之后 短线机会有 但是这种票 也是属于 属于做反弹的 不是反转的啊 只做反弹 不做反转 可能两三天内呢 再冲 它有可能明天再冲个板 然后呢 再一冲一冲 就回来了 因为这个手法 看到没有 极上极下 根本就不在高位 给你横盘的 然后再走一步 就没有 这种就是一些 短线资金 去做的 因为它盘子也不大 这种票没有好的买点 如果说它敢低开回调 OK 那么可以去观察 短线回调的机会 但是如果高开 冲高的话呢 就不要做 生存换业 也是资源类的各国 票没什么太大问题 有机会走一个 趋势中线 有趋势中线 这种票还可以 还可以 就观察它给不给机会 如果高开的话呢 就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今天的量 今天的量呢 确实是有点大 今天的量呢 历史天量 今天的历史天量 还可以哦 历史天量的位置不高 所以呢像这个票的话呢 可以看成中线 可以看成中线 如果有回调 或者是调整过程的话呢 就更好 就更好 这是生存换业 好吧 刚刚突破嘛 突破放了量 四方科技位置一般 厦门银行 这是银行板块 今天的一个反弹展金板 这种票的话呢 明天的持续性 保持怀疑 就是左侧 因为有套牢 长红华裔 刚刚突破 调整的方式 用回调去看吧 因为这个风的话呢 一般来说 还是会有压力的 调整之后再观察 好吧 这个 看了 哈头刚刚讲过 证券的 也是同样的 现在很多票的 暂停板的话呢 它只能看成是 反弹的暂停板 不是反转 这个票 我们直接跟中过一次 这是 想等它回调 没给机会 直接高开上去的 这个位置都还可以 如果有跟中的话呢 按回马枪去做 其实还可以 回马枪做反弹 这种位置做反转 还没有到机会 如果说做反转 突破 那么至少来说 它得先到这种位置 横盘整理之后 我们再可能突破 现在先不看这么高 先做反弹 这个没有好的买点了 智慧农业 这个我们没跟 因为之前的话呢 是摘茂有看过 跟过 但是没跟住 这是 之前我跟踪了一次 各国 但是一直把上去 没有机会了 后面没有做 这是反弹 今天确实还挺强的 直接打过去了 看一下分时 还是比较强的 这次各国 再往下看 新谷 拓为新鲜 这是超低反弹的版 这种版的话呢 一般 基本面的 很勉强 动态是一般事物 也没亏损 好像也没亏损 这种比较 单纯他重新建仓吧 量也没有 肯定得爆个量 爆量之后呢 再观察 这种位置尴尬一些 你说突然拉个版 啥意思 其实真不知道 就是算超低资金 你说攒定版出来之前 你会去看吗 肯定不会去看 但至少来说 有一个 这个版的出现 就是有人去拿筹码了 敢在版上去收筹码了 但是呢 今天没拿到货 没拿到货 他明天继续封版 继续封版的概率呢 有没有很小 除非他有天大的利好 所以的话呢 这种版后面 一般都会得放量 位置一般 国圈高科 电气设备的 位置也不是特别好 现在走 中台证券 这个刚才看过的 看过的 其实这个风的话呢 有一定的特劳盘 看一下啊 这个整领版 美帕拉登版 有一点特劳盘 第二天呢 是打过一次 还好 第二天打到了 10块08分 不是 18块02 看一下啊 还好 这个票应该 应该会有机会 能够再 看一下 这个量在哪 这个量在这 尴尬一些 可能还是会在这个位置 有一些分歧 永性材料 这是趋势的 这个 医药股 那么像这种位置的话呢 还是记住一点 任何 已经是 凹底起来的票 临近 左侧压力的 这种的话呢 最好就等调整 之后再说 不要去追 追的话呢 很容易 短线 被套 短线被套 或者 你能把你分仓 小仓位也可以 走强了 你在家 走落了 就不要在家了 亚太股份 这个票还画得挺多线的 是吧 整体位置上的话呢 还可以 还可以 那么 这个位置呢 是打个天亮的 对吧 那么这个天亮 在哪一天 看一下啊 这个天亮在这 这个天亮的 在这 那么这些 枪的话呢 应该是对这边的 一个试探 这边应该是没有压力的 这边是没有压力的 所以今天打个板 亚太股份 汽车的 今天的板 封板的时间 看一下 封板之后 有一些抛盘 尴尬在哪里呢 尴尬就是在这 还没有被突破 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最后的一次打枪 打了新高 最后一枪的话呢 没有亮 没有亮 这个是比较好的 所以像这个个股的话呢 今天有些抛压 抛压 如果呢 他要对这里 做消化的话呢 他可以选择向上 在这个位置 正大横盘 如果正大横盘 有缺口 零号不补的话 那么后面 有机会向上的 那么短线上 如果他是低开 往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打低吸 好吧 两个策略 一 如果他明天强 高开 不要去追 等他调整之后 在这个附近 找机会 如果低开 更好 我们可以低吸 跟踪观察 这是亚太股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曼邦德 说图 这个位置不太好 新谷的 这个也是 我记得我好多年以前 应该是十几年 十年以前吧 以前也是有一只个股呢 是停牌 停牌了有五到六年 五到六年 一复牌的话呢 也是翻了有 好像是十三倍 十三倍 多多少钱 我忘了啊 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么这个票的话呢 也是 他停牌是在 去年四月份 然后呢 结果一停牌 复牌的话呢 也是翻了几遍 翻了六倍 你说这个也是停牌的 担心得不得了 一复牌给你六倍 高兴得不得了 这是说这就好了啊 这个我们不看了 核杠资源 没有买点 沙西金业 这个是 这个划过的 划过线 应该来说 这个突破应该还可以 这个是试过风 缩量 缩回调 这个票节奏都还可以 这个阻力的手法还行 风板 直接跳空过去的 这个已经没有买点 两板上去了 再往上的话呢 这个位置会有压力的 这个位置 好 四川七十星能源 等回马前调整吧 这个票也是 西藏药业 这个票跟哪个票很像的 有一个 这两天也是有一个票 也是下跌之后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呢 是有过建仓的一些行为 然后呢 再下跌 再下跌 很像 很像 忘了是哪一支了 这里的话呢 WWR 这个板 这里没有太大问题 短线上是可以观察一下 短线上是可以跟踪一下 但是上面的压力的话呢 肯定要注意 这个位置肯定是一次性过不掉的 短线上跟踪 新谷 九阳 谷 粪 豆浆鸡 这个趋势已经错了 已经有原有的大趋势 已经变成下跌的反弹 这个短线的反弹 没有买点 没有好的买点 新谷 这个我们选过突破的这一天 今天腿那么长 估计拿不住 拿着的人今天被洗 肯定被洗出去了 这是金准之九 今天还暂停满了 昨天说亮满 今天又暂停了 中水到 玉营 新谷 不是那个一支板的票 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好的机会的 这个是痴心 垮风 履业 今天的倍量展 提明天到压力位 也很尴尬 等出枪回调 等板枪 用板枪战法去跟踪 玉恒 底部的手板 底部手板 这种压力位没试过 也是一样啊 像这种板的话呢 都用洗盘之后才去跟踪的策略 基本上一致啊 没有 稀缺资源的 类似一般 中原海特 没有 好了 没有了 好吧 大致上的话呢 都看了一下 展领板的票里面的话呢 有几支 反正有的刚刚也标注了 然后有机会跟踪的 做回调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不要去追 把手中的个股跟踪好就OK了 好吧 然后呢 大家自己形成习惯 每天展领板的票的话 你夹在资源股里面看着 因为至少来说 每天展领板 有哪些票 你每天都能看见 有好的有不好的 你都可以跟踪到 很多时候 展领板出来 不是说第二天一定要买 而是说 展领板的出现 就是一栋 就像我们课程中讲到的 那个展领板的出现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展领板的出现 我们知道 这个量呢 这个展领板 表示有阻力之地进来了 那么阻力进来以后 是不是总会拉连板呢 不会 因为现在监管业颜 他一般也不轻易拉连板 那么展领板有量 那么他得干嘛 他洗洗盘 按照我们逻辑来 对吧 OWWWR 右风洗洗盘 试探出枪洗洗 再回来再洗洗 跟踪就好了 不用说展领板 第二天一定要去买 好吧 那么今天的我们的复盘课的话呢 就大概这一些 其实今天前面 也讲了很多知识点 大家的话呢 可以多回放 或者说 自己把课程知识点 再总结总结 好 我们明天再见